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交了欧洲杯 实现了从平凡到伟大的飞跃 此后他曾经效力于方德拉 伯罗尼亚和纳布勒斯 今年夏天已经租借到切祸半年的他正式成为了切祸的一员 在今天凌晨C罗一甲首秀胜典中 贾派里尼先是边路突破船中 驻公司特平司机破门 随后更是左路突破赢得点球后 亲自操刀主犯命中 读到两球 转货市场身价仅几百万欧元的贾派里尼 抢 走了身价上一C罗的风头 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攻破了老东家的大门之后 贾派里尼选择了拒绝幸祝 有情有义 贾派里尼精彩的表现 征服了诸刀一甲的总裁 再后他和贾派里尼合影留念 这也让贾派里尼感到十分的自豪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上他发布了这张照片 并留言道 很显然 是他要求和我合照 风声C&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